那么传说中的这个双龙神树 它究竟是什么树呢 它真的会往前行走吗 那如果会 这其中的玄机 它又是什么呢 为了解开这一谜团呢 张维伟在村民们的带领下 就来到了一个偏僻的小山谷 就见到了传说中的神树 一看 当时它就傻眼了 它的确是和我平时看的不一样 我们看到的树 它基本上是直立向上去长的 而现在这棵树啊 几乎是躺在了地上 再沿着地面去长 古树树冠繁茂 树干呢粗壮 看起来是十分正常 但是呢 却是沿着地面生长的 看上去的确像是两头并行的神龙 十分神奇 那么这两棵古树 它为何会与众不同 伏地生长呢 那古树会行走 这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惊人的秘密呢 古树伏地行走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为例证古树会行走 村民们拿出了哪些证据 山谷内寸树不生 泉水跟着古树走 种种离奇现象背后 又深藏了什么样的泉机 经典传奇正在为您解密 上一节说到 传说中的双龙神树啊 它竟然是伏地生长的 而且呢 这个村民们呢 还坚持说 说那两棵伏地生长的古树呢 会行走 并且呢 在两百多年的时间 它向前走了一百五十多米的距离 哎 这事 说到底是真还是假呢 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 很快呢 张伟伟呢 就找到了一个人证 就是村里头啊 的一位老大爷 那位老大爷就说了 说古树啊 的确会行走 我就亲眼见到过 哎 亲眼见到过 这是什么情况呢 大家就是你小的时候 最早看这个树在哪里呀 有一个树厅留着的 还在这 在这 树根斜柳吧 要朝这门吗 树根就得这走 不行的吗 到那那 到那点就落地了吗 苹果指是大概在哪块啊 那我就不到了 听老辈的人说的 在在这个石头 啊 再往后 啊 就在这后边嘛 哎 光明老大爷的一面之词 那肯定没办法完全证明 这古树他就会行走啊 毕竟六七十年前的事情 那谁能保证自己绝对没记错呢 所以啊 要证明古树会行走 那还是得拿出实证来 有吗 哎 别急 还真有 说话间 那位老大爷已经拿出了准备好的几张老照片 他是不同时期村民们和古树的合影 从照片中呢 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来 古树倾斜的角度的确在不断变化 哎 即便有照片为证 但也有可能是拍摄角度的问题啊 您要知道拍摄角度不同 那后面的背景 他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偏差的 这也不能证明这古树他就会行走啊 那怎么办呢 哎 那位老大爷他也拿不出更多的证据了 是